我想提出貼馬洛峰的想法 我猜應該是這樣說的 如果大家都接受或者確認 如果我們看到好像不能磨滅的族群之間的衝突 似乎是不能回復的地步 如果我們都確認和覺得是由上而下製造出來的 不是一個阿拉伯人和一個所謂猶太人 走在一起就必然產生的話 我們就想像得出動 剛才開泰州的融合和溝通的可能 也有少許像我們那種構想 人們走在一起是否可以 基本上能夠互相生活地和成功 當然我理解人與人之間的生活 即是必然有一定的矛盾 必然有一定的衝突 但是否要去到互相殺戮 互相世代受事那種狀態呢 是否有可能不是這樣的呢 我猜現在連對無論在耳巴 或者我們自己身邊的問題 我猜我們都真的要講到 或者自己都確認有可能有這裏出門 才可以回應那種由上而下製造出來的麻煩和衝突 才知道怎樣能對應麻煩的核心 所以這是天馬行空的 但是我們是希望重新訂立一些基礎 我們怎樣去面對我們 我想起一件事 譬如說當我們感覺到我們的全生存受到威脅 你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你的生存受到威脅可以在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 你剛才說的我自己想起 譬如歐洲現在的人都覺得他們的生存受到威脅 譬如希臘、西班牙娃 如果你去到希臘就知道 他們真的連中產階級都要在街邊撒塌垃圾 我們開始自發 發覺我們不能互相排斥 譬如說你們有甚麼東西都不可以 他們反而走在一起 我看到他們現在在社區那裏搞很多事情 他們強調現在說團結、合作、共享這些東西 instead up,好像過去那種互相 他們覺得你如果互相排斥 你是生存不到 開始發覺我們要走在一起 我們才可以生存到團結 他們好像這位說有限 他們意識到我們要站在一起 那就搞了很多 歐洲我覺得都很值得去了解 譬如說又弄過甚麼時間銀行 待會又弄甚麼social money 他們沒有錢就弄這些 對抗歐羅 時間和大家互相提供服務 才可以生存到 我會覺得 譬如說 我會覺得 回應你們剛才說 大家有一個意識 一個主題意識 我們怎樣走在一起 令到我們減少生存的危機 因為我覺得其實是經 剛才那位學員說 我不知道你說 我發覺大家坐在一起 發覺更加加深了大家的磨擦 我會覺得不是 可能不是一個中文 可能就好像朱爺說 雙結好控制難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我和這個人磨擦 可能就算他不是大陸人 就算他是其他人 甚至香港人磨擦 其實我們香港人都看到 有個假象好像是福地 香港有個假象 香港是福地 我覺得香港一點都不公平 最少我們都只給一隻Q彈 不用給警察打 最少踩到他們開槍 我舉一個例子 我昨晚跟Jimmy 通知 我都說很恐怖 現在西班牙有些佔領行動 他們現在要佔領國會 Occupy Congress 佔領國會 但被警察抓 竟然說是叛國 將他們拘捕 就是在1981年 有一場政變 有幾個幫人衝入國會 抓了議員 現在就把這班人 將他們比而為 1981年他們搞政變 就抓了他們叛國 我想在香港都沒有去過 因為在耳巴或剛剛聽到的戲 那些事都經常發生 你示威是可以撞肥你的 就是撞肥你的 雖然可能只是TKS 但是要這樣距離 都賣來 TKS就死了 那些事都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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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想會投訴 一個問題 都是去去看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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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丑集的互動 在所謂的族群之間 這個必須會無所謂 因為我對所有族群的定義都有很大疾病 但這個有機會自體做 其實中國是隨時有的 但是大家對這個講法 有沒有想像的 會不會覺得其實不太行 會不會覺得 或者大家會否有些具體的經驗 我們分口一下 當中困難是甚麼 那些不可能是甚麼 或者有沒有一些積極的經驗 那些不可能是甚麼 其實是怎樣的呢 有沒有可能 因為我猜如果我們真的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我們很多問題是很苦難的 因為我們經常都 但我不知道是否在了所有 在了不少朋友都會明白 團結才是否改變 現在我們面對著 不知做甚麼的世界的一個可能性 但團結就講了很多 就講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所以我們才覺得要去 即使馬上不好 也要嘗試去 最少我自己掌握 嘗試掌握這個 最基本上是想像的可能性 才可以開始那些步伐 我也希望那些問題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那些困難是甚麼呢 那些不可能是甚麼 那些可能是甚麼 那些可能是甚麼 其實我不知道你在大學學習了一學三年 其實我是教書的 我教了學的 那我發覺 其實來年時都會有一些新來港學童 那有些都是 他一來就已經入到中三 其實他都是很新來港的 那也都有一些是叫小學跟著升上去 其實我發覺從來沒有見過你們說的那些中港融合 反而這些學生有些會看到 哇 老師 他的普通話很厲害 哇 他的數字超厲害 哇 什麼 我覺得他們的相處是很好的 所以一直都不見有任何衝突 可能是小孩子嗎 我想不是 因為我都一直教 而且通常有些新來港學童響 我們都會有些接觸點的計劃 因為他們都有一些 就是他們有個人的 有些人進場一點 和他們大過一點 相處 我覺得整體來說呢 我沒有見過一個是有衝突的 而且他們都和一些同學相處得好 一般都相處得非常之好 甚至你說他們的父母 我又不覺得有很大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呢 一路以來呢 其實都很多 有些移民的家庭來香港的 一路都有這樣 只是這一兩年多的 其實我自己覺得那個矛盾呢 是我們政府很多事情做得不好 是引發了出來的 包括什麼呢 譬如他很多自由行 然後有很多水貨的問題 然後政府一直不理 搞到人們買不到東西 坐車又很激氣 又很逼 又不能下車 然後那些人就覺得很搞不定 很不開心 就要光復上水潭 就是火車站 然後你吵了一大陣 然後政府就開始做事了 於是那些人就學到 就是我們一定要吵的 吵到不得了 其實不是做到事的 我們一吵政府就好掉了 就做到事的 當然有打擊 其實我很多時候政府 是不理很多的東西 而是製造了 就是你打開中門 把那些人全部進來 然後你又不理 搞到這些人 又買不到奶粉 又這樣又那樣 那些人就自然遷路於他 然後你又開放給別人 說很多名牌 那些人那些人 他沒有東西的 我下來銷售 我打算買東西 那我鬼知道你搞到 那些租金又貴了 又這樣那樣 那些做生意的人 眼角又高 又覺得我賺錢 我喜歡賺那些賺 那些大普有錢 那些人 就看不起你那些香港人 然後你又遷路在那裡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 政府有很多東西 處理得不好 譬如你說雙非嬰兒 那些 那些 其實你又不去處理 搞到那些人自己臨盆都 自己香港人都很怕 找不到位置 我覺得 其實是政府做的 很多東西 因為他什麼都不做 就製造了很多 給他們之間製造了很多麻煩 是否我們那些人 真的不喜歡那些內地人 我又覺得 我覺得不是的 如果他處理得好一點 又不太適合 那當然他說 過別 會不會有些 譬如我都試過 有一次地鐵站 那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應該不包容 就是這樣 那我試過 有一次地鐵站 其實我見到 有個空位 我很自然 很慢地 走過去 準備坐下 然後我見到一個 男人 我覺得撒謊一個 我以為她 兩人手 壓著那張 那張 讓我坐 然後很凶惡的 一省大眼看著我 很兇的 然後 他就很大聲地叫 隔壁那個 我想小挖爺 是他爸爸 叫他過來坐 那我就走開 可是我覺得 不用這麼凶惡 所以我也覺得 有些人 就會馬上覺得 很感動 但很感動 那時候 我都不知道原因 我剛才不是很醜 我覺得香港人 其實我經常提醒自己利益又瘦略 但有時當你很聰明 我們其實沒有空間 有時我們自己都很醜 很少的東西都會很醜 我覺得其實我們自己香港人 因為實際太無空間 有時那些東西我們不是包容得到 如果我們空間多一點 部份不是那麼匆忙 其實我們是可以做得好一點的 我都想回應一件事 就是我自己二十年前我都去過台灣 那時台灣人的印象很差 因為人的數值很差 那時覺得我們香港人的數值很高 真的很高 所以 但是 大家都覺得自己的數值很高 但是 不是喔 但現在呢 我剛剛其實一直都很喜歡去台灣 就是我不覺得那裡的人有什麼 第二又不覺得有什麼值得去看 什麼又不覺得 但是 但是 但是有很多人都說很想去啦 那為了陪都可以去 那我去了幾天 那我真的 零眼上看 我覺得他們的數值很高很多 就是 我就是台不正 就是 我覺得他們的數值很高很多 就是那些人 雖然我一向都覺得他們的數值很高 是啊 因為我二十年前去呢 我的經驗呢 他們真的 雖然你那個數值很高 因為你們對比嘛 有一個對比 是啊 我覺得很明顯 我其實一直在香港生活 我一直在看我們香港人的數值都是差的 那其實 差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什麼空間 就是 我們人的生活沒有什麼空間 就是我們工作很長時間 我們經常都要好趕 所以當那些人走慢一點點的時候 我已經抱興 為什麼你要阻礙我 就是 你明不明白 就是 就是這樣 所以 有時我們都會 remind我們自己 就是 究竟你是一個 就是 你經常都看不起別人 但是你自己其實是一個什麼數值 不如 現在 我說回 其實 現在 在以色列都有很多這樣的program 就是 找一群小孩 就走過去巴雅斯坦 住幾天 一個男人住幾天 有一套戲 就說這件事 有一個導演 帶著巴雅斯坦 帶著巴雅斯坦 以色列的小孩走過去 那你說這兩個小孩 就是他們根本是互相不認識的 就是從來都沒有什麼交流過 那麼他們最初 頭那天 不知道怎樣去面對對方 就是 以色列的小孩坐這邊 巴雅斯坦 大家沒有什麼說 就是從足球開始開始講起了 啊 講足球 講一講很興奮 大家一起打足球 慢慢就分享了 那幾天 後來 從足球開始 大家發覺原來 是大家沒有什麼分別的 那 這些小孩很容易的 玩玩玩 幾天完了之後 走的時候 真的很不捨得 還有熱氣 有很多這樣的program 這些program 那些巴雅斯坦的小孩是哭的 以色列的小孩走 他們就說你們可以 因為他們可以走 他們可以走 他們可以哭 真的 我們還要繼續留在這個難民 你們在難民之後可以走了 以色列的小孩走的時候 都很內疚 其實是做了很多program 但是呢 就有一個問題 就說 你去完了 大家融合完 然後發覺 可以做朋友 但你要走 走之後又怎樣 就繼續一樣 你有你的生活 我有我的忙碌 這樣 就哭 很慘 這樣 其實那套戲是很感人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有一個以色列的導演 帶了一些拜 現在是一個技術片 第一天是沒有什麼 慢慢慢慢 很有趣 他們很童真 一起吃飯 其實他們吃的東西都差不多 以色列的猶太人和巴士太人 因為他們的文化很相近 而且文化很近 吃的東西也是吃那些 完全他們真的是同一個祖先 就是這樣 我會覺得 是否因為 剛才你又講到你的學生 就發覺小朋友是有一個不比較純粕 就是你好像說 他們普通話很厲害 你會反映著 是看到別人的優點 就是不會覺得他們講普通話 講一些強國話 或是低級的東西 我想我主要是那個環境 是 你有一個什麼環境 把人們放進去才行 是 你說的那個環境就是因為 香港人 每個人都這麼困 每個人都爭分斷表 你便經常嚴重阻擋你 他們 你舉了很多例子 其實都很厲害 就是政府做得不好 它做得不好 就是做一個很差的環境 給你 其實大家在那裡欠什麼 就是欠資源 資源包括很多東西 車啊 什麼都包括在裡面 欠資源 文化當然有些分別 但文化不是說不可以超越那些東西 就是大家可以 如果有一個好環境在那裡 其實應該 你說它是否可以重低造起呢 應該沒問題的 我不相信那些人一生出來 就是要我打你 你打我 有這樣的想法就是因為 其他的外作的原因 使到你會這樣做 而香港這個原因 就很難解決的了 除非砌塌資本主義 因為我們現在個個 都已經做了十幾個小時 這個economic system 已經在那裡了 你要把它反轉 就真是很難 坦白說人家是資本主義 我們是資本主義 我們資本主義一定會比較辛苦 我們歐洲救資本主義 多麼舒服 這個是我們香港的 我說它極端 去到很極端 因為我自己都很大的震撼 我去美國 紐約 特地想去看看 那些資本主義是怎樣的 然後我打算去到紐約的人 當然是 中中華華 哇 幾塊他那條 去郵局排隊 銀行排隊排隊 排隊半個小時 坐在童書館的T級 在那裡喝咖啡 人家排隊 我在那裡自己焦急 哇 為什麼不快點 為什麼這麼慢 那我立即想起 這個是香港人的想法 幸好我懂得反省 我開始 就把自己的 全部放慢 回來之後 我都叫身邊的朋友放慢 其實我們被人奴役 我們要這麼快 是被人奴役 是被老闆來奴役 是被老闆來奴役 我們很快 是被整個系統 要我們這麼快 所以 還是不要打工了 那些人好像不可以做到屁 其實很難砌 如果要改 你不砌這個系統 不能用 因為不單單是你打工 房子 都在籠罩底下 就是 說出來 你覺得是很悲觀的 那個人奴役是這麼厲害的 一說出來很悲觀 但是你沒有辦法不動 你永遠是這樣的 其實是有成功的經驗 不過 估計是個口中堂的 例如 其中一個最常見的工會 做的事 就是幾雅人 如果真的要說 他追回08年責業的時候 其實出來吵的 罷工的絕對 他不只是所謂香港的工人 那時候離航業的工人 也出了很多 亦都因為這個司機 之後真的成功了工會 如果大家身受同樣的硬性 就會說 對呀 反正真正法 都是這樣對你的 其實是有可能隨便一起砌 然後怎樣引導這個抗爭 成為一個團結的機勢 其實真的要認定 所以你不需要有一個共同性 於是大家有一個共同性 那共同性 我好像都說過了 你會不斷找這個 這個什麼 共同的敵人 就是好像現在的經濟環境 但是我會不斷找一個大陸人 做共同職人 這個是假的 對呀 但我有事情想回應老師的 因為我嘗試想想 為何學校的環境可以這麼不平 為何外面的大陸環境又可以這樣 就是差略為何會這麼大 我自己想想 怎樣解釋 其實我也會見到 例如我讀中學的時候 會見到有些朋友 那些朋友都是繼續讀書 但他們出來打球都說 這個大陸什麼 都是會這樣 我在想其實是不是那個環境 在學校裡面的環境 那個setting是它的效用 這個其中一個 例如 你穿衣服是穿一樣的 你分別不到他們有錢的高低 以及 那個是技能 你讀書 你都會講話 普通話很聰明 因為有普通話課 可能他成績很好 普通話課 或者是他數學很聰明 你有數學 你考試會聰明很多 可能是因為這樣而看好優點 而其實 你當他回到大社會的時候 香港有一句 我之前剛來香港 我其實來了十年左右 剛來香港會聽到一句 先敬內衣口敬人 我一來香港 香港的親戚就覺得 你這樣穿起來 香港才敬內衣口敬人 這個我覺得 是很真實的 而其實 當學生回到一個大社會環境 又看到 穿衣服穿港 這樣 這樣 就在這裏大陸 可能 那天會回到這樣 可能是一個這樣的原因 我自己想 試一下把我的拼圖 組裝起來 可能是有這樣的問題 不過說回剛剛 這位老師說 香港人太忙了 腦袋裏面 還想不到一些其他人 又不會這樣說 之前暑假 我去 去巴連台中 住了一段時間 那邊是很悠閒的 那邊是很悠閒的 那些人走路比較慢 那條路 單車 和車和運輪一起走 那種 家裡是一個悠閒的地方 但是 我所到之處 和別人有時候有談 如果是說到 大陸行這件事 其實真的清一色是厲害的 除非人太多 連一個駕駛巴士的司機 和我在這裏吹水的時候 他都說 他都說 你來花蓮玩做什麼 你這麼多陸客 不如你去 類似其他地方玩好多 台灣現在很多陸客 都說 從那些語氣中 我聽到很不舒服 我覺得 為何要這樣 就是 這個其實 有可能是 因為不知為何 可能 可能就是 突然間 很多人去 變成節運 又多了很多 講 統華的人 見頂 去到一些旅遊點 又多了很多人排隊 我覺得 都是說回 他覺得資源被侵佔了 這件事 其實跟這個地方的生活態度 可能 那個關係 又不是太大 應該有些關係 你看看 這個 台灣一直以來 都是反共的 對這個大陸的人 有自己的想像 你試一下跟民政黨 談一下 我想 別猜 我沒去過最近 我想他很差 如果你跟民政黨 因為 你大陸要吃我 大陸 其實 這個跟他的文化 或者他的政治的影響 會有關係 經常都害怕大陸 我們香港 當時都是害怕的 哇 六四 不是 九七問題 一定是有這樣害怕的 所以其實有關係 不是說他的節奏慢 就可以解決所有的事情 還有很多的 歷史的 距離辯論 去追究 我覺得 意識形態是一個 另外一個 就是 對於資源 這件事的 一個 一個想法 他覺得是一個 零遊戲 當有一群外來的人 他就會覺得 我所擁有的資源 就突然上了大陸 那就害怕 這件事 我覺得是 意識形態異昂的 另外一種堂商 是 幾件事在一起的 資源 最快都說過 資源其實是最重要 大家都在掌掌資源 有時意識形態 都可以放在一邊 因為資源是很擠 很切新的東西 多次給我 就說回你 說到台灣 對陸客那件事 Julian說我 就研究 就是 研究 就是 很久以前的事 我近期 就比較研究 戒嚴時期的台灣 就是說 就是台灣在戒嚴時期 是 是 給 差不多全部台灣人 是 把大陸人 塑造成一個想像中的敵人 就是說 台灣絕大部分 本身是 不知道 大陸人 不知道中共實際是怎樣的 但是政權就是 塑造 一個想像出來 就是 說大陸人 或者共匪有多壞有多壞 所以 真的令到 戒嚴時期 幾乎 一代兩代人 就 處於 這個想像入面 就是 處於這個想像入面 令到台灣 特別本身人 不過其他族裔的都存在 自己的身份就是出現了一種 混淆的情況 我 有些事 就想說 我 在剛才說到 一些 團結 或一些 信息 未來 其實 如果 以色列人 發派斯坦在同一個地方 居住 生活 所以他們有一個 變相 可能 在港 香港是很經驗的 但是放回香港 我剛剛說了很多大陸人 中國人 他們下來香港的中國人 他們不是結餅八年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人 例如中港家庭的 或者是新平民的 他們真的在香港生活 我理解到 所以我們有必要性 去講一些共識 或者一些共融的東西 但是你講 自由人的內地旅客 其實是講不到 那種共識 或者那種共融的東西 因為他們來買東西 要走 其實他們的想法 都沒有必要說 我要在香港做些什麼 或者留下些什麼 他們本身 你自由人開來 就是叫他們來買東西 那他們不來買東西 都快不去走 那我們都沒有辦法 跟他們講到什麼共融 那種共融問題 因為 就是 買賣關係 自己短暫 也都談不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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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